中共为何不惜毁掉东方明珠? 中共少将徐愿讲话陆端倪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香港民众反送中恶法逃犯条例 与百万民众游行 自香港1997年回归 中共步步收紧香港的民主自由 香港23条立法,雨伞运动,教科书染红 再到今天的送中恶法条例的修订 但是每一步都遭到港人的强烈抵抗 而且一次胜过一次 发展到今天声势浩大的百万港人 反送中条例大游行 中共面对港人坚定、无惧、维护民主自由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仍一意孤行,是要毁掉这颗东方明珠 就在6月12日这天 网络热传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的一段演讲 其中声称港人是最坏的 引发舆论炮轰 2018年11月5日至7日 徐燕在第12届全国名师工作室发展论坛上 讲到香港问题时说 1997年中共军队进驻香港 他同驻港部队领导一同参加香港的社情研究 他就说 香港的社会基础 咱们时日就是讲 是中国最坏的 比台湾都坏的 他还用阶级分析法 分析中共1997年接管香港时 香港居民成分有三种 三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香港原住民和他们后代 受港人教育 他有点傲气 但是来讲对你大陆还没什么怨恨 三分之一是最坏的 1949年1950年 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回去 对你刻骨仇恨很多人 再有三分之一 三年困难 哎呦 那么偷渡 对你印象好得了 这名中共少将的冷血言论 道出了中共当局仇恨港人的原因 所以有人联系最新的送中条例修例说 三分之一避难的和三分之一逃荒的都是坏人 所以你们知道 这个引渡法是打算抓谁了吗 就在曝光徐燕讲话的这一天 香港迎来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6月12日 香港政府无视百万民众上街抗议的心声 宣布如期恢复二族辩论 修订逃犯条例 数万香港市民再次发起罢工罢课罢事活动 对香港立法会 特区政府总部等发起和平包围 希望以和平的手段争取民主自由 参与抗议活动的香港建筑测量师Suki Ma 对CNN表示 中共政府希望夺走我们的自由 我们出生时就有自由 1997年之后 自由在我们这里渐渐的消失 参加绝食活动的菲利克斯说 我们绝食目标是103小时 象征103万人大游行 我是学生 发起绝食的还有教师、讲师以及文化艺术界人士等 然而在当天下午 香港政府出动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等 血腥镇压示威者 至少造成79人受伤 两人情况严重 甚至有人头部中枪 香港政府的暴行震惊国际社会 引发国际舆论强烈谴责 包含美国、英国、欧盟、德国等元首 以及国际人权组织 纷纷站出来声援港人 香港立法委员会原定在当日上午11点 对引渡条例进行二读 最终被迫推迟 大陆一位关注时局的学者黎先生表示 中共强推逃犯条例与原来的23条恶法等一系列动作 深层意义在于 中共想要在大陆继续其邪恶的独裁专制 就绝不允许有法治民主自由的空间存在 如香港和台湾的民主法治的明灯存在 始终是邪共的一块心定 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从议事到制度 征服这两盏明灯